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传至今 这首诗中第一次用他字来指代女性 后来他字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被收入词典 刘半农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 语言学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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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0年 他创作了一首题为 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小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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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20年 创作了一首题为 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小诗 1920年 创作了一首题为 教我如何不 root 后经赵元润普成歌曲 在国内传唱开来 流传至今 后经赵元润普成歌曲 在国内传唱开来 流传至今 这首诗中第一次用他字来指代女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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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他字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被收入词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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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半农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 语言学家 1920年 他创作了一首题为 《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小诗》 后经赵元润普成歌曲 在国内传唱开来 流传至今 这首诗中第一次用他字来指代女性 后来他字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被收入词典 刘半农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 语言学家 1920年 他创作了一首题为 《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小诗》 后经赵元润普成歌曲 在国内传唱开来 流传至今 这首诗中 第一次用他字来指代女性 后来他字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被收入词典 再次见